一年一度的鬼节又来了 农历七月鬼门关大开 地府的鬼差放假 阴间的鬼魂也回到阳间一月游了 在这一个月间 白鬼夜行 人间随处都有阿飘 为了避免人类无意间冒犯到好兄弟 所以也就衍生出了许多的民间禁忌 鲍义凡老师和大家分享在鬼节期间千万不要做的事 鬼节禁忌一 三人合照 鬼节大忌 千万别三个人一起拍合照 因为站中间的那位通常会得特别倒霉 不好的事情经常会发生在他身上 所以那些平时喜欢站中间拍照的朋友 在鬼节时段自己就要小心注意咯 鬼节禁忌二 隔夜菜留在餐桌上 吃完晚餐后别忘了收拾餐桌 把剩菜收起来 否则鬼魂会以为这些饭菜都是为他们准备的 这样反而会引来更加多的鬼魂聚集到你家里来 搞到你家里磁场不稳定变得阴气沉沉 但其实这还不算什么 你试想一下 鬼魂把你隔天要吃的菜都舔了一遍 隔天你定热在吃过 这不就等同于吃鬼的口水了吗 鬼节禁忌三 熬夜迟睡 鬼节不能熬夜迟睡 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但是还是有很多夜猫子不怕 敢敢在鬼节这段时间熬夜 时运高还没关系 时运低就惨了 特别是睡前爱玩电话的你们 要是刚好那么幸运 在1点11分 2点22分 3点33分 4点44分的时候 看时间 一定会特别摔 说不定一眨眼就看见脏东西 在你身边盯着你看 所以在这里奉劝各位夜猫子别熬夜哦 人也有摔的时候 鬼节禁忌四 从胯下看后面的东西 在鬼节时 千万别从胯下看后面的东西 特别是人在外面的时候 因为外面比较多孤魂野鬼在游荡 当你弯腰捡东西或是绑鞋绳时 别不小心从胯下看后面的东西 否则你会在无人的街道上 看见鬼魂在和你打招呼 还可能赖着你不走咯 鬼节禁忌五 晚上吵架 整个农历七月里 晚上千万别吵架 这是大忌 当你们吵架的时候 可能鬼魂就在附近看热闹 吃瓜子 如果你心大的话 吵给鬼魂看也没多大的关系 大不了感觉阴风阵阵而已 但有一点千万别做 那就是说诅咒的话 恶毒的话 可能你只是说气话而已 但鬼魂说不定一个顺手就帮你实现了 鬼节禁忌六 晚上哭泣 晚上千万不能哭泣 否则非常容易把鬼招来 很有可能招来 可怜鬼疼你哦 要是家里的小孩在晚上哭泣 大人就要尽快地去哄小孩 以免招来鬼魂的注意 鬼节禁忌七 半夜照镜子 在晚上凌晨一点到四点五十九分 这段时间千万别照镜子 爱美人士就要注意了 镜子是通往灵异世界的一道门 在夜晚阴气最重的时候 就会很容易在镜子中看见鬼魂的哦 鬼节禁忌八 去海边丢石头 千万别在鬼节时去海边玩 特别是往海面丢石头 因为海边有特别多的水鬼 要是不小心丢到了水鬼 他们可是会生气反过来找你麻烦的哦 要是一不小心被水鬼抓去当替死鬼就惨了 鬼节禁忌九 半夜削苹果 别再半夜削苹果 要是在半夜肚子饿想吃苹果 就连皮一起吃就好了 因为在半夜削苹果 就好像是一个招鬼的仪式 要是招来厉鬼 可是会向你索命的哦 鬼节禁忌食 踢到或是踩到路边的供品明指 农历七月期间外出时 记得多注意脚下 不要不小心踩踏到明指和供品 这可能会惹怒了好兄弟 日子可就就不好过了 可能睡觉会被鬼压 或是身体健康出大问题 以上就是 鲍一凡老师要和大家分享的 农历七月鬼节禁忌了 切忌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